這也是屬於大頭組的 可是我覺得我的大頭 是因為我身體比較瘦 所以會 肩膀比較矮 對 然後這一塊也是比較窄 所以會感覺頭比較大 然後我就自己會選擇 妳應該穿她那種衣服 就這邊這樣 弄成這樣這樣 很空 對 可是我這樣前面會很空 對啊 不行 妳可以很小可愛 壞瘋肉勾 平口 妳可以貼八片就八 想說它是透明的 會很明顯 沒有 所以我要講說 我就會 我自己會選喜歡很大的帽子 因為這樣其實就等於 看不出來我的頭很大 對 這樣不是更大 因為肩膀很窄 然後帽眼很大 對啊 這樣是上眼睛 對 這樣不是好 問老師好了 好 問老師 這個就是紳士帽 搭配這種寬帽眼 然後有波浪的寬帽眼 這也是今年最基本的帽型 我覺得它這樣戴是沒有問題 因為反正今年就很流行 而且妳又發現 滿路上的台灣女孩 已經開始都會這樣子去嘗試 都會這樣戴了 所以會比較沒有客戶 可是好 妳現在不要 這個尺寸不要動 妳看監視器 她的屁股跟她的頭 要差不多大 妳屁股比較小 頭真的很大 哪有 比例 所以其實她戴什麼帽最好看 妳知道嗎 毛線帽嗎 對 因為也很窄 她戴毛線帽會很窄 可是我戴很貼的 不會不就是一個很窄的人 比如說像這樣子的是 小孩子而已 然後因為它是長臉對不對 它可以蓋一點額頭 它就可以走 它可以蓋一點額頭 好一點 對 這樣會反而覺得妳肩膀出來了 對 對 其實今年還滿流行的 有一點蘑菇的感覺 蘑菇頭 如果接下來有人要去很冷的地方 比如說會下雪 會比較冷 這種就是屬於 時尚的毛線帽 而且非常保暖 因為這是克什米亞羊毛的 這種戴法它就會比較是 包覆性會強一點的 要戴這麼低 可以戴這麼低 真的 就是不要看到眉毛 對 可以 但出門可以用畫把頭 對 要一半而已 對 那臉真的很小 完全保暖 而且這裡就會有一點點這樣 鬆 對 那個鬆鬆的感覺 然後它這耳朵也會蓋住 所以耳朵也會很保暖 奇怪 為什麼老師妳一戴就 因為妳介紹這些帽子 這種毛線的帽子 龍肘 天母龍肘當中一堆 對 可是一戴就是Fashion 對啊 龍肘就是這種揭拍的感覺 太陽眼鏡一戴就真的 很有型 就會比較 這個的戴法就會 有點像這樣子 對 它的邊是 整個是內縮的 然後後面 側面 尤其這個側面看會很好看 有點扣頭的感覺 而且還不需要用頭髮對不對 對 就直接順了就好了 如果你像小和一樣 天生是個宅伴人 今年冬天不妨試試 蘑菇形的毛帽 保暖又時尚 再戴個墨鏡 隨時都像在街拍一樣有型喔